看到行李这样被摔民众真的是相当的心疼 有民众从台北搭飞机到台东拿行李的时候 却发现地勤人员用重摔的方式 把行李丢到了转盘上 有些人几乎快要被摔到变形了 画面PO上网之后引发了网友热议 对此淘情公司回应经过查证 这个是属于个案 今后也会加强员工训练 行李被一个个摔到输送带上 还发出巨大声响 有些甚至快被摔到变形 让民众看得非常傻眼 马上用手机录下来 下飞机之后在那个去领行李的时候 在等待行李当中 看到有听到那个摔东西的声音 走近一看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行李是用刨的 所以我才随手起来录影存证 那我觉得这种行为真的是很不应该 民众从台北松山搭飞机到台东丰年机场 看到自己的行李被粗暴对待 画面PO上完后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监局他们造价赔偿 如果是玻璃的就惨了 而常搭飞机的民众则说 虽然以前常看到各国机场 也有类似的行为 但看到画面还是很心疼 但也有人还假说这样很正常 香港的更夸张 当然是会担心啊 这样这样丢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你担心里离开里面的东西 当然会啊 你行李箱也会损坏啊 或是里面东西怕摔坏啊 通常一岁的会提醒他们啊 好情公司则回应警察证该案为个案 这位同仁违反搬运行李要 轻拿轻放的作业SOP要求 将会加强人员教育训练及现场督管 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只是这画面恐怕已经重损公司形象 接着刘凌翔台东报导